球状闪电这个故事涉及到很多电磁学的知识 情节来说整体有序缓慢铺开而不失精彩 属于慢热型的故事 相信大家耐心听完一定有很多收获 另外球状闪电它还真是一个自然界当中真实存在的物理现象 这个老百姓就叫它做滚地雷 呈光亮的球形 偶尔还带点黄紫蓝红之类颜色的这个球形的闪电 确实不多见 世界上第一次被科学家拍到就是在甘肃兰州 一个科学家在雷暴天气绘制辐射地图的时候意外拍到的 2014年发表到了物理学评论快报上面了 这被认为是迄今为止首次球状闪电的科学记录 在1960年以前这个东西都被当成都市传说呢 就没有人相信 因为这个能量球它飘轰不定 持续的时间在几秒到几分钟不等 也有它进入到室内甚至飞机机舱内的目击事件 关键它还能逆风飞行 不受气流影响会爆炸的 杀伤力很惊人 发生又不频繁 无法预测 大小来说呢 它也就是从几厘米到几十厘米不等 有人猜测呀 它是等离子体能量球 有人说它不过是一团带电的尘埃 还有人猜测这会不会是微型黑洞啊 就反正说什么的都有 但目前还没有结论啊 这个东西的结构和成因 就直到2022年的现在 依然成迷 那故事的主角呢 小说是以第一视角我来讲的 但我不能说我吧 这里只告诉我们他姓陈 后来有人管他叫陈博士 那他爸妈总不能管他叫陈博士吧 于是依照我讲故事的惯例呢 咱们就管他叫陈伟吧 以后所有第一人称的男主角 没名字这种 咱们都叫他张伟陈伟王伟啥的 要老外就叫大伟 俄罗斯人就叫伊万诺夫 日本人就叫山本太郎 方便又好记 好我们来开始讲 这天傍晚呢 陈伟是过14岁生日 一家三口刚点上蜡烛 屋外就开始雷雨交加 电光四起 一到闪电过去 把屋外照得如同白昼 漫天密布的雨水 都能看清了似的 他是一个想象力很丰富的孩子 他就想 要整个世界都像刚才那样 定格动画一样多好玩 漫天都悬挂着水珠 雨水一串一串的 像风铃似的 走到哪都能发出 叮叮当当的响声 不过 外面是闪电交加 屋里还是挺温馨的 他爸是在高谈阔论 就说 人生变幻莫测的 全看概率和机遇了 就好像溪水当中 一个树枝被石头不小心挡住 或者是遇到了一个漩涡 有点随机 有点幸运 他妈就说 你这说的也太有哲理了 孩子哪听得懂 他爸说 孩子也不小了 就那么瞎聊 他妈就说 你这喝多了吧 他爸说 没有 我说真的呢 儿子 你看着 其实人生也很简单 你必须找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 用尽一生去研究下去 比如费马大定理 哥德巴赫猜想 或者宇宙本源之类的终极难题 当你全身心的投入进去 一辈子就在不知不觉当中 过去了 那这样你就没空感叹人生不如意之类的 不要问结果 总问结果的人往往就会很在乎是否有所收获 这会害了你 而耕耘不一定有收获 你别像那些俗人一样 你得有一种精神寄托 人生的美妙就在于你必须迷上一种东西 比如你爹我 他爸是怎么个情况呢 他很喜欢画水彩画 虽然水瓶一般那痴迷的不行 天天画 没事就画 坐着画 躺着也画 躺着怎么画 总之非常热爱 不过艺术这东西本来没有高低之分 我觉得他爸可能是一个被工作耽误了的画家 不然的话也能成为大师 龚崎俊就画了水彩画 那另外我们说一下 费马大定理已经在1996年 被一个英国的叫安德鲁华尔斯的数学家给彻底证明了 这个在当时轰动一时 那说明再难的问题 也可能在你不知不觉之间就会有结果了 上天什么时候眷顾人 这可不好说了 要知道这三百年来这道题可难倒了多少人啊 整整三个世纪啊 他爸妈俩就这么激烈的讨论 咱也不知道今天谁过生日呢 然后他爸突然在他妈头上拔掉了一根白头发 拔下来就发现一半黑一半白 他爸还说呢 你看这应该是你妈平生第一根白头发 以前我都没发现过 他妈说哎呀你干嘛呀 这拔一根长七根呢 咱插一句嘴啊 他妈说这句话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以后关于这根头发 还有彩蛋 但就在这个时候 窗外一阵剧烈闪电 突然有一个发着高光的球体 穿过墙壁 甚至穿过墙上挂着一副 画着希腊众神的油画 飘过来了 可油画并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坏 他还拖着一条暗红色的光芒的尾迹 像一个鬼魂一样 移动的过程当中 发出一种尖笑声 同时行动路线也是一种复杂的曲线 你无法预判他的运动方向 就在陈伟他妈 惊恐的拼命抓住他爸的手的时候 陈伟甚至瞬间就能够看到 这个半透明的红光的内部 还闪烁着无数蓝色的光斑 当然了 时隔多年之后 科学界才知道啊 这个球状闪电内部的能量密度 达到了每立方厘米三万交二 这个概念大家可能不太直观 就这么说吧 一交二等于一瓦每秒电量 也就是一秒钟之内 把一瓦特电量全部释放 那你可想 这三万交二是多大的威力 每秒释放这么大能量 得多大的杀伤力 内部温度还高达一万多度 比太阳表面温度都高啊 它外表却是冷的 陈伟他爸呢 就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把手伸上去 他不是去摸这个球状闪电啊 他是护住自己的头 但也就因为这个动作 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灾难 光亮的球体 好像是被吸过去了似的 也像是一片叶子上面的露珠一样 滚落到他父亲的手上 紧接着 一道炫目的白光 又发出轰隆隆一声巨响 好像全世界都在崩塌呀 最后迷雾散去 陈伟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时候呢 仅仅一刹那间 他眼前的爸妈 就只剩下两个黑白色的轮廓 好像凌空画着的 两个立体的半透明的素描一样 家里的灯光在两个轮廓之上 投射出褶皱 照出了倒影 这对夫妻也好像两个大理石雕像 手还是那么往上举着 他妈身子还是保持着一种侧身 双手抓着他爸手的那个状态 两尊石像的眼睛 保持着栩栩如生的神情 空气当中 弥漫着特殊的味道 等他靠近两尊石像 颤抖着叫了一声 爸 妈 的时候 手刚触碰到他爸的肩膀 就好像戳破了一层薄冰一样 两尊雕像迅速坍塌 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 像是冬天玻璃杯倒开水 导致裂开的声音 就在他眼前坍塌下去 最后只剩下两堆白色的灰尘 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而父母坐过的座椅完好无损 表面摸上去还是凉凉的 可是要想完全把人体烧成灰 至少就要超过两千度的温度 让他感觉到惊苦 他就环顾四周 试图发现一些其他的变化 书架在冒烟 里面摆着的书有一小半都变成灰了 但书架完好 冰箱也在冒烟 里面有一只冷冻的完整的生机被烧熟了 一些鱼虾也熟了 冰箱完好无损 他身上的怪异之处就是 夹克山里面的背心烧成灰 兜里的手机烧化了 摸上去被烧熟的塑料狠狠烫了一下 但是夹克山完好无损 于是他就默然的回到椅子上坐下 感觉这像是一场噩梦啊 直到这么浑浑噩噩的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他才从木人当中慢慢的恢复了精神状态 然后不断的回想父亲生前说过的那句话 这句话算是父亲的遗言了 也好像是一种警醒 那就是人生的美妙就在于你必须迷上一种东西 然后一生去追求它 并且永远不问结果 时光匆匆而过呀 陈伟上了大学了 他主修高等数学 理论力学 计算机原理应用 还有动力气象 天气学原理 选修大气环流 雷暴预测 气候预测 雷达气象 等等这些跟气象有关的所有学科 总之把自己安排的满满的呀 平时除了学习就是学习 心无旁骛 那当然他都忙成这样了 有时候还是觉得不够啊 是不是应该主修电磁学的等离子体物理之类的呢 但是球状闪电真的跟等离子体有关吗 况且他可选学科已经选满了 等于说是很多的学生还觉得课业压力大呢 他反而觉得学它远远不够那种 没事 还去图书馆看这些关于数学 电磁学之类的知识 反正跟他所追求的目标不相关的其他任何事情 他都不关心 什么谁谈恋爱了 明星音乐新闻一概不看 活动区域只有宿舍 图书馆教室 其他活动一概不参加 吃饭是还得吃啊 不然的话 估计他连饭都能借了呀 弄不好一个宿舍的社友 四年前来都不认识他 因为他总是半夜两点多 才从图书馆回来 那别人早就睡着了嘛 这天夜里呢 十二点多了 他当然还是在图书馆里面 整个图书馆除了他 还有一个叫戴林的漂亮的斑花 双手直着下巴 一双妙目远远的看着他 戴林从来没有这么盯过其他男生 追他的太多了 人就是这样 越上赶着 他反而视而不见 他发现这个陈伟 是很特别啊 从来不正眼瞧自己一眼 是怎么搞的呢 难道我不够美吗 女生也许这么想啊 但他怎么这么晚 也来图书馆了呢 那学校图书馆 难道也有言情小说吗 这就不知道了 陈伟还真是 还真就从来不知道 班里有这么个斑花 美女对他来说 视若无误 这么一种感觉 正是血气方刚的男孩 少有这种人啊 他当然也是班里 唯一没跟戴林说过话的男生 和着其他的男生 都说过话了 这妹子也够爱闲聊的 我好像也属于那种 没有交集 就不爱主动找人说话那种 但是我倒不至于说像他这样 我可不会刻意躲着谁 也不会让气氛冷场 陈伟属于那种 陷入到自己的世界里面 眼前什么都当不存在了 专心研究学术也挺好 一个研究者该有这种态度 戴林就好奇了 一直旁边这么盯着他 他也不搭理他 戴林就说啊 你这人很特别吗 但我感觉你不是一个书呆子 不至于连男女都分不清 不是 读书人在您眼中 就这么一种形象吗 真是书呆子 不至于分不清男女 那不成傻子了吗 他还说啊 但你为什么对其他事情 漠不关心呢 说明你的目的性太强了 以至于你不在意其他的事情 陈伟都没抬头看他呀 看着书低头回了一句 难道你们没有目的性吗 他说我们也有目的呀 但大家都无非说是吃喝拉撒 目的很广泛很庸俗 你则不同 你在这么具体的追求的东西 是什么呢 陈伟说 你看人还挺准的嘛 然后就没再说话 收拾东西准备起身走了 带林还跑来追问呢 说你在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他说你不会感兴趣的 说完头都没回啊 够冷漠的 就这么一个冷酷的男孩 哎对他心里从来不想讨好谁 哪怕是个美女 这假期的时候他也不会回家 因为回到家也没有亲人了 这都是在学校里面度过的 以前的生活恍若隔世啊 想都不敢想 他就想起来一个印度传说呀 就说啊 有一个国王深爱一个王妃 王妃死了之后 就辛辛苦苦给他搭建了一座最漂亮的陵墓啊 好几年的时间都心心念念盼着陵墓赶快建造完成呢 最后总算金碧辉煌呈现在眼前 大功告成 国王兴奋极了 看着陵墓沾沾自喜 等王妃的棺材摆进来的时候 他说嗯 别的都挺好 那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你给我挪着去 太爱演了 好嘛 他都忘了王妃死了 这茬了 忘性够大的 心也够大的 活的那叫一个洒脱啊 这不是没心没肺吗 但是这故事主要讲的是啊 人有的时候 努力追求一件事情过了很多年之后 会忘了喜欢上他的最初的那个目的 就有点像陈伟似的 多年之后 真的深深爱上了他所追求的科学现象 对父母想归想 他慢慢也就淡化了 一心的扑到了学术研究上面去 习惯成了自然 这大二的暑假呢 他回了一趟老家 屋里的一切摆设照旧啊 生日那天 当天的凳子的位置 还是原封不动那么摆着 他们所在的这个城市呢 是一个西部城市 阳尘很多 几天不打扫屋子 就一层土 但是呢 他都两年没回来了 发现桌子上竟然只有薄薄的一层灰 哎 正觉得有点奇怪 这谁来打扫过吗 再看其他的这个洗手间啊 镜子啊 等等这家具 尘土都很少啊 按说不应该啊 甚至水龙头打开 都一点水锈都没有 那本以为流出来的 会是非常浑浊的水呢 但很干净 他家水过去老房子那种上下水 时间久了 不可能不生锈 还有一个奇妙之初啊 就是他明明记得上大学 临走之前的那天 桌子上的玻璃杯 口朝上放着呢 因为他也琢磨 这一走不知道 什么时候回来了呢 他再回来 这杯子里绝对一层土啊 应该给他扣过来 哎 但也就只是看了一眼 当时没管他 结果现在看这个杯子 竟然口朝下扣过来了 这谁给扣过来的呀 邻居看见他家开着灯 还进来打招呼呢 说哟 小陈啊 你回来了 他问邻居 难道谁来帮忙 打扫过我的房间吗 那谢谢你们啊 邻居说 谁能有你家钥匙 没人进来过呀 啊 那不对啊 那屋里也太干净了 他说难道是最近 咱这气候改善了 阳尘变少了 邻居说 怎么可能 这两年阳尘更狠了 打扫起来只有比过去更麻烦 不可能更干净 哎 那怎么搞的 难道说招贼了 那贼也不可能说来你家偷了东西 再做个大扫除啊 这邻居走了 他一脸纳闷的站在屋里啊 他也的确记得家里的钥匙 没给过任何人 除了自己身上呢 就只设计大学宿舍里的备用的了 就再没有别的了 他就想收拾出来几副 他爸生前画过的水彩画留作纪念 哎 几乎全都给翻出来了 这些水彩画作品呢 全都装在了一个箱子里面 打算打包带走 但是他找到最后一幅画的时候 他彻底待住了原地石画呀 这幅画 他是扣着放的 画的家门口小区的几个旧楼房 白杨树 画面中间有一座水塔 只有这个水塔的颜色略显鲜艳 其他的画面颜色褪色较为严重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这个水塔那可是他上大学之后才盖起来的 他爸在他上高中之前就死于那场灾难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手吓得一哆嗦 啪的一声 这幅画掉在地上了 感觉后背直冒冷汗 这屋里闹鬼了 是吧 他想都没想 下意识的拿起来打火机去点那幅画 想把他烧了 实在是忍受不了这怪现象 可是烧了一半 又有点后悔 赶紧去卫生间 打开水楼头去浇灭他 火焰是浇灭了 可洗手池子里面 有几根长头发引起了他的注意 拿起来在眼前反复的这么看 这 这几根头发有的全白了 有的白了一半 他脑子里面一下就闪电般的 想起来14岁那天晚上过生日 父母的对话 他妈说八一根长七根呢 于是这句话就反反复复在他脑子里面那么回荡啊 当时他妈可没有全白的头发 除非现在还活着 才可能有几根全变白 想到这儿啊 他手里这几根白头发就跟烫手似的 赶紧扔到一边但是从手里滑落的头发竟然产生了一些残影 飘落到半空中全消失了 根本就没落在地上 我的妈呀 这不见了鬼了吗 这还不赶紧跑等什么呢 但陈伟没跑 打开水龙头把自己的脑袋用凉水冲了半天 也许他还真是盼着父母还活着呢 那毕竟太想他们了 哪怕真变成了鬼 也想见见他们呀 他重新回到客厅 呆坐在沙发上 就这么呆呆的一直从夜里坐到了天亮 当然了 第二天他就离开了 决定从此不再回来 他也不是怕什么呀 而是打算更加专心的去追求这复杂谜团的答案 他学校的大气电学专业课的老师呢 是一个叫张斌的人 五十来岁 个儿不高戴眼镜 其貌不扬 腿脚还不太利索 有点跛脚 还一瘸一拐子 等下课了 他就趁着教室里面 只剩下他跟这个老师的时候 就凑过去 问啊 张老师 我要请教个问题 跟今天的课无关的一个问题 张斌面无表情 也不抬头看 在那整理教材 点点头 意思说你问呗 陈伟就说 关于球状闪电 您能告诉我点什么呢 一下这个张斌 问得愣住了 听到这句话 他缓缓抬起头 眼睛看着窗外 他想了一会儿说 你想知道点什么呢 眼神还是没看的 陈伟说 关于他的一切 啊 这样啊 张斌就简单的 讲了一下 历史当中 如何第一次 用现代的科学表述 来记载 球状闪电 也就是文字性的记载 不是照片的记载啊 那是1837年了 这个东西在中世纪早就有了文字记载啊 包括中国明朝的张居正也写过一首诗 可能类似于远处一看亮堂堂 离近了一看盯着光浪 就这首诗是我写的 就具体张居正怎么写的 大家自己去查 而传统理论认为 它只是一个漩涡状高温等离子体 它高速旋转的离心力和外部的大气压 形成了某种平衡 才能维持一小段时间 失去了平衡就自然消失了 至于说其他理论呢 还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微波机设 这叫做孤立子理论 孤立子呢 其实本身也是一种罕见的自然现象 最早是苏格兰的一个叫做约翰史考特罗素的人 在水面发现的 是一个独立运动的水球 很好玩啊 等于说是附近无风无浪 突然出现这么一个移动的水球 运动了几公里就消失 但是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陈伟主动问一句 他才答一句 你不问他就不说 你总得追问他 这后来呢 这什么原理啊 哪年看见的啊 你还催他 他好像不太乐意告诉你似的 就跟老顽童周不通交过境似的 说人家讲故事的时候 你得多问问后来怎样了 你要不问的话那不败姓了吗 人家怎么告诉你啊 当然了 张斌可能确实不太想聊这事吧 这感觉是有点回避的 就在陈伟反复追问之下 张斌才说 科学各界对球状闪电的解释千奇百怪 国内中科院大气研究所也提出了很多的理论 甚至根据电磁流体力学的方程 引入了一个漩涡孤粒子斜阵枪模型呢 等于通过数学方程的方式对其求解 理论是挺好啊 也是比较完美的理论 可是折腾半天也没有能在任何的实验当中能发现球状闪电 那不等于没有用吗 当然说目击证据就很多了 98年抗洪抢险的时候也拍下来过 陈伟就问 那国内大气物理学界难道没有亲眼见过他的人吗 张斌说 有 在1962年7月 太深玉黄鼎就有人见过 哎 他咋知道这么清楚啊 从理论到各种资料 这真是问对人了呀 但是等陈伟问 62年玉黄鼎见过的这个人是谁啊 他扯开话题了 说你该去食堂打饭了 他起事要走 陈伟当然急了 追上去问啊 这么多年的疑问总算脱口而出 我就说 张老师 你能想象一种东西像火球一样轻松穿过墙壁 你还感觉不到他飞行过程的热量 但他能瞬间把人烧成灰 曾经有资料记载 有对夫妻就被烧成灰 可被子都没有一点烧坏 冰箱里的食物都会被烧熟 可冰箱没有一丝损坏 贴身的衬衣都被烧没了 可外套完好无损 你能想象这些吗 您说的这些理论能解释这些现象吗 张斌脚步几乎没有停留 说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些理论都不成立 陈伟说 那难道这个已经超出了大气物理的范围吗 整个物理学界 甚至整个科学界 都没有人能解释这种现象吗 您就一点都不好奇吗 看到您一点兴趣都没有的样子 我比看到球状闪电都吃惊啊 张斌就停下来 冷冷的说 难道你见过球状闪电吗 他说我只是比喻 张斌表情有点不屑 估计他内心说 你没见过还说什么 臭小子 不过就是道听途说而已 陈伟就没敢吐露心声 毕竟是不敢把这个秘密告诉眼前这个看上去无比冷漠的人 他认为 就是因为科学界都充斥着这样的麻木的学术研究者 才让人类科技停滞呢 不然不早就飞到人马做比林星了吗 但是 那不是三体人的家吗 飞过去真的好吗 我相信他们飞过去会后悔的 但是之后我会把三体的故事 重新认认真真的给大家重头再讲一遍啊 好 我们还是接着讲球状闪电 反正跟张斌这些对话 让陈伟挺失望的 心里都琢磨 怎么遇上这么个祸 我当我的导师 不过也许我不能对人要求太高了 他能承认球状闪电存在就已经不错了 毕竟这玩意1963年之后才被科学界承认 他至少没上来直接给你断定这伪科学呢 是吧 此前很多目击报告都被外界认定为幻觉呢 包括美国肯特大学的电磁学教授 有一次在机场亲眼见到了一个球状闪电 穿过一架飞机的机身 要不是教授亲眼看见 那一直也被当成幻觉了 只有到了晚上自己没事 搜索网页 弹出来四万多个结果的时候 才感觉到这世界上还是有跟他同类型的人在关注这件事 这心里才舒服一点 球状闪电 英文叫Bow Lightning 新的一个学期开始之后啊 张斌就主动来找陈伟了 说小陈啊 我最近承接了一个云南那边的防雷观测项目 你要不要来帮忙啊 刚好缺个人手 当然这活对陈伟来说有点无聊的 跟球状闪电研究是没啥关系的 而且他也不想跟张斌这样冷漠的人共事啊 可是他最近没钱就还是去了 一行人就都住在云南那边山里的一个气象站里 他们这个小组啊还有一个叫赵宇的研究生 工作第一天陈伟就问张斌说 张老师目前咱们科学界对雷电内部结构的探测 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有什么办法没有啊 张斌就盯着看了几秒 说对雷电物理结构的研究不是首要任务 现在重点就是对他进行统计就行了 现在经济效益更重要啊 言外之意就是学术研究排第二 啊好吧 每次一问跟球状闪电相关的事情 他都没什么好答案 或者是不是他故意避开的呀 另外我们说起来具体说 闪电的内部结构啊 我们科学界广泛认为它是种等离子体 那什么是等离子体呢 就是包括闪电电弧极光超新星一计 这都算是等离子体 也就是有一些被剥夺了电子的原子构成的 它是多种粒子构成的 也许是这个原因让闪电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吗 原子都是有核外电子 高温高压的状态 它的核外电子就被电离 电离之后啊 这些粒子的性质就改变成了一种正负电荷相当 呈现中性的物质 也就是液态固态气态之外 第四种物质形态 等离子体 那对他的研究确实还不够 宇宙当中充斥着大量的等离子体 谜团还有很多 反正陈伟还挺讨厌社会上这种风气的 就是只对有用有价值的玩意儿花心思 一看这东西不挣钱就没人研究了 实际上你们该干的事还很多 正事都没人干了 一般人都跑去跟风追热度 一看某个材料挣钱 恨不得好几亿人的齐心协力的共同制造 最后供大于求产品都做烂了 发现石油好 所有交通工具都用石油 你但凡碰上一个新能源 这石油大国都得饿死 实用主义就是这样 最后不给自己作死 那就不带停手了 一件正事都不干 这老百姓开餐厅不也这样吗 这条街你发现有一家饺子馆受欢迎 没过三天全开成饺子馆了 最后谁也别活 一点创新能力都没有 做视频不也这样吗 这些个视频媒体机构给分析的 头头是道 怎么起号 怎么发现爆款数据 讲究冲突对抗 都反转 我就想想来现在 这个喜剧小品 不都爱弄一个悲剧结尾吗 一个道理 短评快 悲剧最容易打动人 让人快速带入 说白了 根本就没那个时间好好创作 发现这招好用 都用这招啊 这就是实用主义 到最后 咱都不敢说过上几年 这些内容有仨月 你看还有人看吗 那不都是时代的淘汰片吗 结局都像那些贡大于求的压仓货 贴钱大甩卖都没人要 所以实用主义 让这个时代没有了大师 说起来啊 大自然中的闪电确实是一个奇妙的东西 它瞬间电压能达到100万到1亿伏特 通过的电流有1万到10万安培 温度在1万到2万度之间 那这比太阳表面的温度还高好几倍啊 好在持续的时间只有零点几秒啊 不然哪个就糟糕了 但即便如此 破坏力也是很大 那要不怎么大家都要做防雷设施呢 所以同行的研究生赵宇就说了 哎你看啊 我们虽然无法测量闪电的具体电压 但我们带着这个 哎 他拿上了一个管状的物体 说这个叫磁缸记录仪 闪电过后产生的磁场 在这个东西上面也形成了一些剩余的磁性 哎 就能记录一些参数了 他们这几天呢 就是人工搭建设备 体力活脑力活都得干 仨人三个心态 张斌只谈工作不谈学术 赵宇是拖拖拉拉老偷懒 总想着玩 有空就拉着陈伟去县里面喝酒去了 当然大家都知道 他对这个球状闪电是很痴迷的 赵宇还说呢 嗨 你痴迷归痴迷 适当的时候也得懂得休闲娱乐放松 你要真想问这个 你得多接触人 山区里面的老乡 当地的大哥大嫂 肯定见过球状闪电 陈伟说 我当然问过当地人了 他们确实有人见过 但那个人说 这黑白无常 提着灯笼 小鬼索命用的 那这就没法聊了 你还怎么聊啊 赵宇说 嗨 这不挺好的吗 老乡解释的很完美嘛 比咱们研究的什么这些个等离子体呀 孤离子呀 好好理解的多了嘛 你不觉得现代科学把很多事情复杂化了吗 一个现象愣发明好几个名词 听着都挺悬悬悬的 说的都是同一件事 何必呢 你还不如就当他是小鬼索命呢 陈伟就说 不是 你这样当初何必学电磁学呢 你去跳大神多好啊 赵宇说 你别看我不认真啊 你要说认真的 张教授倒认真 但他看着是一般一眼的 一点小事写好多的数据分析材料呢 但实际上 你不觉得他只是用严谨来掩盖自己知识的匮乏吗 大学里不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吗 不过赵宇说的我有一点同意 就是学者们经常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上次咱们也聊过 你比如说吧 氢原子的直径就说0.1纳米就行了 偏偏又发明了A这个尺度 还得说EA或者几A 那何必呢 辐射量不也是好几个单位吗 可是大自然的现象不会是分散的呀 大自然本身是统一的呀 只是人的意见是分散的 这天呀 这个赵宇没事就偷懒 去小河边钓鱼去了 他倒挺会享受生活的 其实如果不是生活所迫的话 估计我也就是天天钓鱼晒太阳去了 要比头懒的话 那我也是很有信心跟他拼一拼呀 看着他钓鱼 陈伟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想过 闪电的电压都能达到1亿伏 甚至可能到10亿伏 这么极端的物理条件之下 有没有可能产生出什么新东西 赵宇就说了 这很极端吗 核爆和欧洲粒子对撞机比这个能量还大呢 也没产生黑洞呀什么的新东西呀 大气物理是个很寻常的学问 你怎么总想那么神秘呢 生活只是吃喝玩乐嘛 他这么说 陈伟就最不爱听了 真是聊不到一块硬聊的感觉 反正整体的工作对他来说也是很乏味 他想着项目早点结束 早点回去吧 搬砖而已 没有什么大劲 他的研究生学业也就接近尾声了 不打算再读博了 本来他还说啊 研究生论文就写球状闪电 但是张斌坚决反对 说你搞这么虚无缥缈的东西 当硕士论文 那最后答辩的时候 基本不会给你通过 你读本科的时候研究这些还行 但硕士学位想靠研究这个 那你别想 趁早想点别的 虽然陈伟很不情愿 但也只好听他的了 回头拿不到学位 那可就麻烦了 只好随便写了一个 计算机中心防雷系统的一个论文 最后顺利毕业 总体来说 跟着张斌这些年 还是学到了很多知识的 而张斌这个人呢 早年老婆就死了 没孩子 也没啥朋友 挺孤单的一个人 给陈伟感觉就是 他也没有什么爱好 不痴迷任何东西 只是过平淡的生活而已 这种生活可不是陈伟想要的 他一定要追求自己的目标的 总结求学这些年的经验 所学的这些个什么 大气物理啊 电磁学知识啊 感觉都不太能跟 球状闪电联系得上 况且 电磁学有麦克斯韦方程 流体力学有斯托克斯方程 足以概括这俩学科了 球状闪电 还能超出这个范围吗 看上去 这个电磁学和流体力学 已知结构都简单的很嘛 那除非说球状闪电是超自然现象 可他又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呀 那没办法了 想要解释这种现象 必须用数学的思维 那就只有学习微分学了 学偏微分方程 是不是能用未知函数来表达这种物理量的变化规律呢 这个应该能行 那不然就真没有别的思路了 可是偏微分方程当中的这些函数呀 偏导数呀 矩阵呀 给他学的是头疼不已 怪异到让他一度学不下去呀 但是按照张斌的说法就是 你现在的数学知识和能力 早就超出了你的专业范围了 没必要学这么深 只是他自己坚持这么学的 那后来啊 他还是决定继续读博了 新的博士生导师叫高波 高波是麻省理工的博士 思维非常活跃的一个人 他甚至同意陈伟把球状闪电 当做主要的研究课题 还给他提供了很多帮助 跟张斌就俩极端 还教他怎么构建球状闪电的数学模型呢 甚至当陈伟自己时不时的抱怨说 这个球状闪电数学模型构建起来太麻烦 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东西的时候 他一说这沮丧的话 高波还鼓励他呢 说黑洞理论难道能被接受吗 那不也不影响他的存在吗 多少人吃这口饭呢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看待就行了 你可别气馁啊 你看他挺支持他的 跟之前张斌这是个大反差 而且高波还说 你啊也别担心怕回头论文通不过 你只要达到我的要求 最后保准能通过 你要通不过我就辞职 他这么一说 陈伟当然就一下有信心了 那心还挺感激他的 从此他真把目标当成了一个艺术品去研究了 心态完全放开了 这学业过了一阵呢 某天呢就想回老家一趟 看看帮他出租房子的老邻居 对 他家房子租出去了 半路经过泰安 突然就想起来 以前张斌说过 泰山玉皇顶 曾经有大气物理工作者 募击过球状闪电嘛 他打算借机会去山顶看看 爬山不容易啊 四处都是游客 还有遍布山间的迷雾 他呢 穿梭在游客当中 身边都是一些打情骂俏的情侣啊 汗流夹背的挑夫啊 一些老头老太子锻炼身体啥的 这时候 本故事最重要的一个女孩出现了 这个姑娘 一身白衣脚步轻快 攀登速度惊人啊 快速的超过了身边的所有人 而且走过陈伟身边的时候 一点喘息声都没有 像仙女一样 只带走一阵风 他还回头看了一眼 他回头一瞥 陈伟就注意到 这女孩面容娇好 留着短发 可以说是眉目如画 他不是看陈伟 他是看了别处一眼 俩人第一次见面 没有任何对话 之后他就消失在迷雾之中啊 等陈伟终于爬上南天门的时候 已经累得跟狗似的了 原地喘了半天 不过看到太阳西下 染红了一片云海 这景色还是挺值得 付出这么大辛苦来看一看的 玉黄鼎有个气象站 那很多大气科学的工作者都偶尔会过来 气象站的站长下山去了 估计村里卫生纸用完了 顺便下去点俩烤腰子吃 副站长当班 而这个副站长 竟然是老同学赵宇 哎一看见到老熟人了 就陈伟也高兴啊 俩人高兴在屋里拉着手 蹦了半天 赵宇是研究生毕业之后 直接参加工作 他跑这来躲清静来了 真是个懒人的好去处啊 陈伟就说 那你为了图清静 你还不如上庙里当和尚呢 当然了 这里确实是观察雷电最好的地方 可是啊 他听说陈伟是来关雷的 给赵宇吓了一跳 赵宇就说 你没事吧 还研究球撞闪电呢 这都多少年了 说真的 这要真赶上雷雨天啊 大家躲都来不及呢 没有你这种还想着近距离上山顶关雷的 这很危险的 不过说不定你运气好的话 真能碰上呢 气象站里面呢 还有个老王师傅 岁数不小了 在这里工作有年头了 问起来他是1960年 就在气象站的食堂上班了 一直到现在 当然不是说到2022年 浩假18岁参加工作 一直看到80 这太不人道了 80还不让退休啊 不是啊 陈伟读博的阶段呢 那也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问起来这个老王 老王说他将球撞闪电 但是当地老乡都叫他滚地雷 他几十年工作下来 见过三四次呢 俩人就这么 一边吃着山东大煎饼 卷着葱 一边喝着小饺 一边聊 老王说 哎呀 要说滚地雷的话 1962年的那次 我印象最深刻 当时还伤了人呢 那是下午七点多钟 本来天还亮着呢 突然就阴云密布 这乌云来的那叫一块 一时之间 就看着苍茫天地 黑压压一片 可吓人了 你屋里要不点灯 那都不行了 那雨下的 跟飘泼似的 简直是 飘泼大盆 盆泼大 飘那么大的飘泼大雨啊 你就想吧 这要是人站在雨里 你都喘不上来气 能跟你活活憋死 陈伟就说 您这说的 这铺垫也太长了 别那么多形容词了 你能不能说说重点啊 老王说 那你专心听啊 那不给你形容明白了 你咋知道重点有多重点啊 你看这人怎么那么贫呢 他接着说 当时雷雨交加 闪电一个接着一个 电光闪烁起来 漆黑的窗外 都能给你照亮了 但是突然听见 咔的一声炸雷 接着外面就有人喊 有人受伤了 等跑出去救人的时候 当时那里站着四个 搞科研观测的人 其中一个被雷击伤 伤在腿上 他的腿一直冒着烟 雨水一打 还发出吱吱吱的声音 当时滚地雷就来了 从西边窗户进屋 大概其也就是比 巴掌大不了多少 通红的颜色 这么一个球形的闪电 在屋里这么飘 非常诡异 远处的科学家 还提醒我们呢 说千万别碰这个东西 虽然这个东西 一会儿到屋顶 一会儿到床上 万幸他始终没碰到人 最后 他从烟囱顺出去了 又爆发出 砰的一声巨响 给我耳朵震的 好几天没反应过来 现在我都落下耳背的毛病 就是当时震的 我这辈子都没听过 这么响的声音 或者说 这险些 就是我人生当中 听到的最后的声音 差点没给我直接震笼了 后来屋顶的烟囱也塌了 让他给炸塌了 当问起来那四个 搞观测的人 老王就不记得 他们叫什么名字了 毕竟年头太久了 但是那个受伤的人 老王说 他我记得姓张 叫张什么来着 张什么夫来着 当时他腿伤得很厉害 得从泰恩一直转移到济南 才能治呢 所以我对他有点印象 当年他是个大学生 赵宇听到这儿 酒杯 那声我桌子上一放 说张赫夫 老王才说 对对就是这个名字 因为我还去医院照顾了他两天 后来他还给我写了封感谢信 赵宇跟老王说 他后来在南京 我母校当教授 是我跟陈伟的研究生导师 陈伟啊的一声说 什么 你是说张斌 赵宇说对呀 过去那个年代 不是赵宇敢上 骂苏联的赫鲁晓夫吗 他这个名字 就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直接改了改成张斌了 老王说呀 这个小伙子给我印象不错 很执着 而且他跟我说 他这辈子的目标 就是研究那个东西 以后还想制造出来呢 陈伟说 他要制造什么呀 老王说滚地雷呀 啊 张斌当年就想要制造球状闪电啊 这太神奇了 张斌这个人口深藏不漏的 给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结果他不光目睹过 而且还想制造他 老王一边说一边想 确实人有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迷上一种东西 比如我吧 某天捡了一块破木头 随手雕刻了几下 就爱上了根雕 然后坚持到现在呢 确实 赵宇他们这个屋呢 摆了很多的根雕 做得还不错 挺漂亮的 但是说起张斌的时候 陈伟就跟赵宇 你看看我我看你 俩是心照不宣 都没再提张斌的事 这事给他们都吓了一跳 晚上吃完了饭 就在外面溜达 这里还有几间招待所 透过窗户 陈伟竟然发现 白天爬山时候遇到的 那个短发的仙女 正在唯一亮着灯的一间屋子里面呢 他在屋里来回夺步 屋里床上地上 放了好多的书籍和图纸啊 赵宇就打断了他 说 嘿 看什么呢 别偷窥啊 没事 别老盯着人家姑娘的窗户看 陈伟说 不是 你瞅你这说的难听呢 我白天时候我见过他 赵宇说 那是人一见着漂亮姑娘都说自己见过 套词呗 他说不是啊 我真见过 没跟你逗 赵宇说 啊 是吗 他呀 不知道哪个上级部门派下来观测雷电的 省里气象厅都专门打过招呼 让我们好好接待他 估计来头不小呢 没想到第二天下午还真遇上雷暴雨了 在山顶上感受雷雨真是爽啊 感觉就跟自己房顶上都在不停的遭受雷劈似的 呱呱呱呱呱响个不停 整个人都让朕麻了 那对于陈伟这种盼着近距离观测闪电的人 那还真是赢了 都赢麻了 其实他是吓够呛 可能也没空想太多别的了 但是这时候他发现 隔壁招待所的走廊的外侧 那个漂亮的姑娘 就站在走廊边上 任凭打进来的雨水 吹散他的短发 他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 就在这惊心动魄的雷雨之中 雷打不动似的 天上是阴云密布的闪电交织而成的电网 下面是有点超凡脱俗的他 画面一度让陈伟感到陶醉 但他还是朝他忍不住大喊说 这样太危险了 你最好往里边站一站 女孩扭头看了他一眼 微微一笑 平静的说 说出来你可能不理解 正是在这个时候 我才能感觉到片刻的宁静 啊 这也太厉害了 这姑娘也不用太大声说话 但是陈伟却每一个字都能听得见 感觉他比这场雷雨更有吸引力 忍不住就对姑娘说 你还真是特别 姑娘说 听说你是搞大气电学专业的 哦 他竟然注意到自己了 这感觉真奇怪 自己留意的人也刚好在留意自己 难免会让人产生联想 这不会就是命中注定的吧 俩人就这么聊起来 虽然这个姑娘并不是搞大气物理专业的 但是他掌握的知识可一点都不比专业人士差 甚至涉猎更广泛 他就说了 直到现在雷雨云形成闪电的原理 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理论 看上去碧雷针防雷原理小学生都能解释 但实际上 当我们对碧雷针的那个金属针尖的放电电量进行测量的时候 会发现他根本不足以综合雷雨云当中积累的电荷 陈伟问 那你们是研究什么的呢 他说 我们研究雷电的生成过程 也就是人工造雷 啊 人工造雷 难道是用闪电原理修复臭氧层吗 哎 对 闪电过后是会产生一些臭氧的 但是量不多 所以雷雨过后空气特别清新吗 或者奔着新能源领域区的 他都摇头 陈伟说 那总不能是为了造闪电一雷把人劈死吧 这人得造多的你 能被你们的雷给劈死啊 他说还真是 说的陈伟眼睛瞪得圆圆了 就这样了 姑娘说 没逗你 雷雨云固然能生成闪电 但其实你知道吗 晴天也能形成干闪电 他说 不是吧 闪电要像劈死人 那方向的路径可不好掌握了 闪电完全是随机的折线啊 哎 对 闪电属于一种阶梯递进的放电脉冲方式 从云层传统的地面 行进路径恐怕无法判断 每次放电脉冲 那都是百分之几秒都不到啊 他说 控制路径那是以后再考虑的事了 反正我们将来的目标 是建立一个高效的防空雷电厂 在城市或者设施上空 建立起来这个 任何有攻击性的飞行器飞入领空 都能触发雷电厂放电打击目标 或者也能打击地面目标 当然这个更困难 但方向就是这么个方向 而实现这些 还得靠你们这些更专业的机构了 陈伟说 看来你是军人 他说 对 我叫林云 是国防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专业是防空武器系统 原来他是研究国防武器的 难怪这么厉害 雷雨停了之后 太阳从云彩后面射出了万道金光 漂亮极了 吃完饭 赵宇 陈伟 林云就一起到外面散步 赵宇后来被一个电话叫回去了 就只剩下林云和陈伟 从来没有一个女孩能给他这种感觉 仿佛这女孩的眼睛当中有星光一样 陈伟不敢盯着他眼睛看太久 只好不自然地看向别处 俩人散步的过程当中 陈伟竟然不经意之间告诉了他自己的所有遭遇 也就是球状闪电 夺去了他父母生命的那段往事 这算是他第一次对人说这事 林云就问 那你恨球状闪电吗 他说恨 他是一个全人类都不清楚的神秘现象 如果你问我恨他吗 我实在很难对这个神秘现象产生什么恨意 这些年走过来就好像一场梦一样 随着知识的增加呢 我个人从好奇变成了痴迷 完全被他给迷入了 他又好像开启了内心的一道大门一样 变成了我梦寐以求的神奇的东西 林云也若有所思 这些话好像很打动他 两人一起望着山下的灯火和天上的星海 这一天晚上吧 算是陈伟这么多年来最为感动的一天了 所有压抑的心情得以释放 林云用轻柔的声音赞叹着山下的美景 用这种方式去安慰他 这一度让他热泪盈眶 当然他也再次印证了自己所追求的目标 博士生两年之后 他建立了第一个球状闪电数学模型 多亏了高波这个出色的导师 最后论文大变 面对委员会的成员其中一个评委 还嘲笑他呢 说小伙子 那你说一个针尖上能容纳几个天使跳舞呢 那意思就是嘲笑他说 你非说一些玄乎的东西 本来可能性微乎其微 你还非说有 那你说到底是啥样啊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有很多科学无法证实的现象 纵观人类历史 就太多人也思考过类似的问题吗 他这句话 是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 意大利的哲学家 托马斯·阿奎纳 那个时代也不断有人 对哲学科学上帝做了很多思考 如果天使真的存在 而且无处不在的话 那他们能在针尖上跳舞吗 所以托马斯·阿奎纳 用这种反问的方式 做了很理性的思考 还好啊 高波也是答辩委员会的一员 只问了陈伟一个简单的问题 他就算通过了答辩 但是啊 陈伟自从从泰山那次回来 都过了两年了 也没再去找张斌 总怕问起当年的事情 触动他的伤疤 现在过去两年了 他终于按捺不住 鼓起勇气就找他了 想问个清楚 见到张斌 他就把两年前的那些见闻 和当时听说的 关于他的往事 这些所感所想都说了 张斌听他说的也不吭声 只是坐在沙发上 盯着地板 一根一根的抽烟 他好像是在做一个 什么决定似的 估计张斌心里琢磨 没想到我的过去 让这小子全都知道了 思想斗争了一阵之后 果然他带着陈伟 来到了一间紧锁的房门前 他这个屋子是个两居室 看来这屋从来很少进去的 那有一次赵宇聊起来 就说张斌这个人啊 非常封闭自己 以前他的老同学从外地来 没地方住 听说他自己住了一个两居室 就问他说能不能住你家 他果断拒绝了 说家里没地方 给人整得挺尴尬的 他这个屋子里 到底有什么神秘的东西 不能给人看呢 等他开了房门 发现这里面落着高高的纸箱子 再就是一张床 一旧家具 墙上挂着一个很有时代感的 女青年的黑白照片 张斌说这是我爱人 他叫郑敏 是北大物理系六三届的毕业生 1971年就去世了 原来是这个原因才不让人进这屋啊 这屋里吧 很整洁 墙上还挂着一个旧的厚胶面的羽衣 就过去那种很沉的深绿色的羽衣 张斌确实在他自己上大学期间 就迷上了研究球状闪电 而且他老婆当年也是一个沉迷于这个的研究者 俩人一拍即合 上哪都一块去 俩人一路上各种艰难险阻的见得多了 雷雨天在什么破庙啊 山洞里面避雨 那都是家常便饭 露营的时候被狼追过 被蛇咬过 过去那些年条件也不好 那当然比现在艰苦多了 因为俩人都太忙 没打算要孩子 俩人偶尔也有单独出门的时候 但就在他爱人某次 雷雨天单独出门观测 撞见了球状闪电 他可兴奋了 当时那个年轻的姑娘忍不住 追着那个火球就跑啊 想用手里的磁钢仪的接闪器去触碰火球 测他的数据 当然了 这东西极其罕见 他可能觉得这次错过 下次再也见不到了 他这个举动 简直就是不要命的举动 火球呢 接触接闪器的一瞬间消失了 同时火球沿着导线通过了磁钢仪 从仪器的另外一端冒出来 在张斌的爱人身边旋转了几个圈 最后在他的头顶上方爆炸 旁边还有一个目击者 一阵强烈的暴审之后 目击者发现他整个人都消失了 原地只剩下了一件雨衣 也就是张斌屋里挂着的这件 而雨衣周围当时汇聚了一条白色的水流 是他身体化成的灰 除此以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听完了这些 陈维很诧异 这个不善言谈的张斌竟然愿意 把这么大的心事都告诉他 然后就安慰他说 您那爱人 他就像死在大海的航海家 或者死于太空的宇航员 张斌说 对 他是没有遗憾的 我也这么想 可是呢 当时他爱人手里的磁钢仪 马上拿到实验室测量圣词 这可是用命换了第一手数据啊 令人失望的是 得到圣词的数据是零 什么都没有 一丁点圣词都没有 陈维还说 怎么可能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不就代表一个好好的大活人白死了吗 张斌做一个学者 同时也是当事人家属 这对他来说是 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死得太不明不白了 从那之后呢 张斌就更是没日没夜 不顾一切的研究球状闪电 陈伟还说 不可能啊 如果球状闪电通过接闪器过去 都没有一点电流的话 那他以什么形式传导的呢 张斌只是摇摇头 说球状闪电的谜团太多了 你先看看这笔记本吧 来说话 递给他一个旧笔记本 是他爱人当年用过了 这个本子 也等于是被球状闪电击中过的笔记本 风皮完好 但第一也被烧没了 第二也完好 第三也烧了 第四也完好 每隔上一页烧掉 都是旗根烧成灰的 一直烧到桩钉线 保留了一点 没有任何两页是挨着的 剩下的页面 没有任何烧坏的痕迹 张斌就说 你看到了吧 你能相信这股力量 是真实存在的力量吗 但陈伟当时就斩钉截铁的说 张老师 我相信 于是啊 继凌云之后 陈伟把自己爸妈 被球状闪电杀死的事情 告诉了这世界上第二个人 张斌当然也猜到 是因为某件事情 促使他这么执着的研究球状闪电 但确实没想到这么可怕 张斌他爱人的死 他没能亲眼看到 而陈伟是亲眼所见 这带来的震撼 当然又不一样 于是张斌叹了口气说 既然你都亲眼所见 更应该明白 研究他是多么徒劳 陈伟说 为什么呀 我不明白 真的就这么难吗 他说 当然了 我也是过了很多年 他终于明白这一点 他说话间 就打开了这屋里 堆着纸箱子里面的东西 都是各种数学公式 演算手稿 随便抽出来两本 都是密密麻麻的微分方程 这随便单拿出来 他一个箱子里面的量都够大的 关键说 这一共多少个箱子呢 可想他30年来的工作强度得多大 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上面了 当初见到他对球状闪电 满不在乎的样子 只是表面 他不想让人知道而已 然而呢 他30年来设计的这些数学模型 多数都是不能成立的 但也有一个理论上 能够自洽的模型 可这距离在实验室 生产出球状闪电还差得远 况且 这需要经费吗 他哪有那个资金条件呢 当年的张斌 想到距离自己的梦想 如此之遥远 于是 就在某个独自一人的新年之夜 想通了一件事情 他想通的是 凭他自己势单力孤 仅凭凡人之躯 实在是太不自量力了 他现在还记得 当时孤身一人 听着外面学生们 庆祝新年的喧嚣声 这个孤独感太强烈了 他说 小陈呢 你自己应该明白 我们只能在牛顿 爱因斯坦 麦克斯韦的基础框架内 研究这些东西 你怎么可能超出 他们的框架呢 但是你看 你也经历过这种事 你真的觉得 球状闪电带来的这一切 都是在现有的 物理学定理之内吗 如果你试图超出 以上框架 和独自飞出宇宙 有什么分别呢 他这句话说完 让陈伟无比震撼 对啊 如果这根本不在现有的物理学范畴内 那我们还真是徒劳的呀 一开始方向就可能错了 陈伟说啊 张老师 也许我们迷上了某种东西 尽最大力气去追求它 这本身就算是一种成功了 也许不需要看中结果的 张斌朝他微微一笑 说 你这么想也对 所以这天呢 张斌就把自己私藏了多年的 所有的数学手稿都免费送给了他 这世界上 也就只有这个学生能懂这些了 或许这算是一种传承吧 除了他 恐怕再没人在乎这些东西了 临走呢 陈伟还管他要了他爱人的照片 打算扫描一份保存起来 他说 也许以后球状闪电被证实了 应该让大家知道 您爱人是第一个对他进行测量的人 回到家之后呢 陈伟就天天开始研究张斌这些演算手稿 当中的这些数学模型 一个个精妙无比 从所未见 但是呢 高波来看他了 说他从学校辞职了 要去大气科学研究院的雷电研究所工作 那边请他去当所长 就问陈伟 要不要一块去啊 反正你毕业了 现在没事干 你别去找工作吗 陈伟就这么答应了 以后俩人就算成同事了 他临班走之前 张斌来看他 张斌也已经从学校退休了 但他话里话外的 好像有点事难以启齿啊 说半天别的 他也没说到主题 对陈伟来说 自从知道他的身世 对他就更同情了 一个男人丧妻之后 自己过了这么多年 到最后所追求了一辈子的学术 也没有任何答案 哎 但是啊 张斌就给陈伟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说 从前有一个富裕的农场主 唯一的爱好就是品红酒 某次路过他庄园的神秘旅人 卖给了他一个从古代沉船上 打捞上来的酒 农场主就把里面残留的一口酒 给喝了 喝了之后 这让他感觉到全身都陶醉其中啊 对这股味道简直是难以自拔 据那个旅人说 本来打捞上来两瓶那另外一瓶 他也不知道去哪了 于是农场主自从旅人走了之后 查普斯犯不想 天天想着另外一瓶绝世美酒的去向 费尽千辛万苦要找到这个东西啊 到最后甚至卖掉了庄园倾家荡产啊 一直从年轻到年老 最后老眼昏花并入高荒之际 才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 让他找到了这瓶酒 他不再犹豫 当即给这瓶酒喝了个精光 在幸福当中安然死去 张斌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我是没什么机会再见到囚状闪电了 这个东西太随机了 我有三十年没再见过他了 对我来说 囚状闪电就像故事里农场煮的那瓶酒 我可以接受我用尽一生演算的微分方程都是错的 我也愿意抛弃我生活中的一切孤独终老 或者到最后我为他献出生命在所不惜 这些我都不在乎 他说我爱人正敏的死 对我来说确实曾经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慢慢的 我也能接受了 以上所有我都接受了 但我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实在不能接受 陈伟问 那是什么呀 他说 我不能接受 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囚状闪电 这就是我最后的一个愿望 这一切就靠你了 我相信你能让我再见到他 于是啊 他就取走了陈伟前几天借走扫描的自己爱人的照片 尽快有些破损 他就这么一瘸一拐的消失在了夜色当中 当天晚上陈伟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了 他快要睡着的时候 就感觉听到一声轻轻的叹息 给他吓得一机灵 翻身坐起来 也没开灯 在黑暗之中又听见一声叹息 不对呀 现在学校里面放假了 整栋宿舍楼都是空的呀 他就猛的开灯坐起来 屋里除了地上装着张斌微分方程的纸箱子 就再没有别的了呀 甚至开灯的一瞬间 还在这些纸箱子上方恍惚看到了一个白影 随着灯打开 这个白影才瞬间消散 哈家啊 这一下给陈伟吓了 整个人都惊上了 大夏天的一身冷汗 这个影子绝不是幻觉 因为消失的方向是窗外 还拖着一条尾迹 尾迹就像一连串他的残影 消失在了远处 我的个妈呀 还真是跟云南的老乡说的似的 小鬼来锁命了 不要不要 我们得相信科学 不要相信迷信 于是呢 陈伟又想起了头些年回老家 看到的那几根白头发 这灵异现象 他还真是赶上了不少啊 要亲命了 现在让这么一惊吓 也不困了 开始翻看张斌留下来的 那些数学手稿 但是呢 看到某一个推导过程的笔记 被一个大叉子划掉了 旁边空白印 写了一个更为简洁的公式 这个新的笔记 字迹捐秀绝不是张斌的手笔 赶紧拿出来 郑敏的笔记本一对照 哟 还真是张斌爱人郑敏的笔记 但是他突然一想 不对啊 计算稿上写的日期是1983年 但是他老婆不是1971年就死了吗 怎么可能在12年之后自己亲自写上补充的文字呢 想到这儿吓得他要差点出到床底下去啊 接着看笔记啊 证明死后12年写下的笔记 刚好是1985年三菱电机的工程师在实验室里得出了参数 张斌是想计算低耗散状态等离子流体边界条件的公式 他的计算太繁琐了 郑敏给他改了一个更为简洁的 那看来似乎是郑敏 在三菱电机得到了这个正确参数之后 马上就替老公修改了他的公式啊 可是他已经死了呀 这怎么可能呢 就这么 陈伟坐在床上开始心里扑通扑通乱跳啊 又翻了箱子里面其他的一些手稿 一共发现了五处同样笔记修改的痕迹 手稿都是他老婆死后十几年写下的 修改也是在写下了几年之后 陈伟就在床呆坐着 两久两久啊 打开电脑 忍不住看了一下白天扫描过的正品的照片 这张照片呢 他习惯性的用修图软件做了一个颜色填充 软件自动把黑白照片做了一个彩色修复处理 但是黑白图像的时候倒没什么 等慢慢变成了彩色就发现这个正品 在照片当中竟然已经显得不年轻了 而他遇难之前只是年轻的姑娘啊 但是修复过的彩色照片竟然老了好多 而且 照片中正品穿着的实验室的白大褂的工作服的一个口袋里面 竟然有一个3.5英寸的电脑软盘 不对啊 这种规格的软盘也是80年代中后期才引进国内的 他死去的那个70年代初肯定没有 还没发明出来啊 怎么他衣服口袋里面竟然都已经装着超越他所在年代的东西了 吓得陈伟卡的也是拔掉电脑电源线 这才想起来这笔记本电脑拔了线屏幕也亮着呢 于是他用几乎颤抖的手指努力的按下关机的按钮 可是即便显示器已经熄灭了 正品那悠悠的目光好像也还是在盯着他 他这个遭遇啊估计给谁也得下个好歹的 那么故事讲到这儿呢 你们说以后他还有机会见到球状闪变了吗 我们下回再说 好 这次先聊到这儿